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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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庭的准许准许你上诉 这个准令的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等一下我们讲这个 Nick Ezilin的案件 Nick Ezilin的案件也会讲到这个概念就是准令 你要去到联邦法院很多时候都要申请准令的 这个准令的意思就是 你的案件有没有需要我们来进行审判 我们联邦法院很忙 是最高的法院 法官也不多 就十来位左右 所以不是什么案件都可以叫我们来审讯 所以我先要看你有没有资格给我们审讯 所以你要申请准令 你准令通过了 我们才会临审你案件的核心 是不是有merit的 是不是有grounds的 就是有没有理由 有没有理据的 我们才听你的核心 那在听你的核心之前 在准令的阶段 我们要看你符不符合要我们审判的资格 通常你要符合审判的资格 是这个事情是法律上有错误的 很严重的法律错误 要我们诠释法律 比如诠释宪法这样子的东西 以前从来没有判过 或者是前任法官犯下很重大的错误 需要我们来干预 他才会给你这个准令 所以现在这个上诉案 他要上诉到联邦法院 他申请准令 那申请准令他失败了 失败了 所以有一个法官认为应该给他准令 我们应该临审他的理由 两位法官认为不需要给准令 你的上诉是完全废的 是浪费法庭的时间的 所以这个是今天判决的情况 并不是像恰大哥所说 为什么有一位法官说是违宪 千万不要搞错了 那讲了这个判决肯定很多人会讲 是不是华丹小赢了 肯定不会违背宪法了 就是如此 在这个宣判了之后 上诉庭跟高庭的判决就变成了 针对华小有没有违宪的唯一判决 当然这个案件我们之前讲解过 其实上诉庭 给出的理由 说华小没有违宪的理由 跟高庭说华小没有给出违宪的理由 两者是不尽相同的 大家可以看回去之前的直播 两者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已经宣判 华小是没有违宪 那现在你又不能上诉 所以现在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之上 华诞小 非国语学校母语学校 是完全符合宪法 宪法是有给予我们去学习 去开办这个学校 去教导我们本身母语的权利 它并没有违反宪法 宪法是保障这一个案件 保障这样子的权利 那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没有人可以再质疑 华诞小的权利 并不是如此 大家记得我讲过的吗 任何人只要有钱 都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请 就算我没有欠你一百万 就算我没有诽谤你 我只要有钱 我有时间 我没有事情做 我就可以找律师来告你 当然这些组织 他们不缺钱 也不缺人 也不缺律师来帮他们 所以他们肯定还可以 再提起这样子的案件 但是他要赢下案件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法庭已经审判完了 联邦法院也已经说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你也不需要上诉了 所以判例已经在那里 你未来要挑战 最可能的结果 就是直接被strike out 你这个案件已经决定过了 你是在浪费法庭的时间 所以我不给你进行挑战 所以如果他去到法庭 极大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再提起这个案件 他是可以提起的 这个是法律保障的权利 只要你有钱 只要有你可以请律师 其实你可以去到法庭 他去到法庭 可能拖个半年 法庭审讯的时候 就strike out你这个case 这样子的程序 我们之前也讲解过了 所以大家必须要明白 那宪法里有阐明滑小的地位吗 SF大哥问的 没有阐明滑小的地位 但是有讲我们国语是马来语 但是我们有自由学习马来语的权利 所以它是一个模糊地带 就有人讲学校是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是不能用国语以外的语言的 用宪法的来讲 但是这一个看法在高庭被推翻 高庭讲华校跟淡小并不是政府机关 其实这个判决我觉得不对 华淡小就是政府机关 只要是政府学校就是政府机关 你这样子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上信幸好在上述厅 他用另外一个理据说华淡小没有违宪 详细的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直播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宪法其实大概就这么厚而已 就大概这么厚 它里面它不可能把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讲到清清楚楚 它是一个总纲 在宪法之下还有很多的法令很多的法案 任何法律跟宪法违背 底下我们也会讲到 任何法律跟宪法违背 它就是无效的 所以它是一个总纲 那要怎样去诠释这个总纲 就是看联邦宪法 也是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主题 这个聂伊林违宪案 单周刑事法违宪案 那我们会分成两三个讲题来讲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David大哥 我们在见面的国家 我们在消息一下 我们在眼前的国家 都可以语气 我们在离乎 那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யков上 就是我们在那边 这样子也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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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